大家都知道就是基層院所可以施打這個疫苗 包含醫護人員 所以因為我們整個在台北市有許多的醫療院所 所以包含我們有診所、有院子中心還有醫師檢驗所 所以我們跟台北市政府說明我們的需求說 因為我們的整個體系的量大概有一千人以上 所以我們如果跑去這些外面的地方來施打的話 會造成我們整個醫療的量能會下降 所以我們會希望能夠市政府能夠 衛生局能夠配發給我們疫苗 讓我們直接在診所施打 然後衛生局也很支持我們 然後就配發給我們疫苗 在第一次的時候是5月31號的時候 配發給我們施打給我們醫療院的這個醫師人員 那因為量不夠 所以6月2號有在跟他申請施提 把醫療人員都打完 那後續我們還有多次跟這個衛生局反映 就包含這個後續 因為中央流行指揮中心有報告說 可以施打行政人員 然後訪問人員 非醫師人員在診所裡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6月6號6月7號 都還有在跟衛生局來申請 所以分別有配發各給我們15瓶 15個疫苗 那我們都是當天申請完之後 當天就已經都施打完 那目前85瓶 6月8號最後一天的話 我們也在當晚之前也都全數的上傳給這個開閉室衛生局 沒有志工啦 因為我們我們總共體系目前 因為我們其實自己 我也是今天才稍微算一下 我們總共體系有超過1090人以上 那一些有些人本來就已經施打過了 所以目前850瓶可以發下來 我們大概打的差不多了 應該算是蠻剛好 所以我們施打率應該有90%以上 那還有一些是孕婦啊 那還有一些是因為身體有這些特殊疾病 或者是他不願意施打的 這種人很少 所以我們整個體系目前是施打完 這件事情其實事實上算是相當荒謬啦 因為我們6月7號的時候 核心明確附有診所 核心青森、核心桃園 還有繪製醫師檢驗所 四個單位都通過中央流行定指揮中心的這個審核 我們稱為這個檢驗國家隊 就是說在我們的體系裡面 可以施打 可以做這個PCR的篩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篩檢帳 那我們昨天的時候有開放這個預約 就是預約就是說 可以讓民眾來預約PCR的檢測 那PCR的檢測一個人的費用 自費是6000塊錢 所以我想洪議員他把這兩個事情混回一談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非常荒謬 我們也不知道無從回應起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基本上是惡意的栽造 我們會跟我們的律師相對來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剛回應剛剛這些問題 還有衛生局的稽查就花了一些時間 對 那是幾個多的嗎 我想基層人員獲得疫苗 是這一次第一波的施打的疫苗 所以我們其實並沒有特殊的交情 那相對來說我們跟衛生局的承辦 也是反應說我們基層人員比較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疫苗給我們施打 而承辦請示長官之後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們表示感謝